这一节开始我们进入到动画和关键帧方面的学习 首先我们自己来新建一个新的合成 这边选择合成菜单新建合成 或者说你点击中间新建合成 然后我们这边叫做合成1 然后默认的话可以自己去自定义一下 比如说19201080 这边帧速率我们选一个23.976 然后完整的分辨率10秒钟确定 这样你看到的是一个默认自己建立的一个合成区域 那么动画的话前面我们也看过 P-R-A-T-S 那这几个基本的一些参数 基本动画的一些运动 这边我们在时间线的地方右键选择新建 你可以新建一个文本 然后我随机输入一个文字 这边填中颜色关掉 点击相应的按钮 然后选中你的文字 然后去关掉 如果你不选中的话 你去调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这个黑色呢看不见 我们改成白色 简单的文字 然后我们展开它的属性 可以看到文本的属性 然后是变换 那基本的动画 这边我们先把它的文字大小再调大一点 然后通过移动工具呢 可以往中间放一点 这个是文字动画 然后有五个属性 那为了看到具体的变化 我们这边再画一个形状 然后形状 我们知道在画的时候 你不可以选中下边的元素 其实这边我们按一下F2键 是可以取消所有的选择 不管你选择的是文字还是形状 F2键就可以取消选择 绘画形状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基本属性 前边呢我们也看过 锚点就是你的中心点 那么你的锚点在哪里 就会基于哪里旋转 我们看到默认的它都是在我们一开始绘画的地方 你可以用锚点工具把它移动一下 比如说放在这个A的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旋转就会基于这个点 然后我们可以拖动所有的齿轮 设定关键帧的话 你的这个光标一定要设定好起始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从一秒的时候开始 你可以开启所有的关键帧 然后开始移动到两秒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先点击一下空白处 我们可以让这个位置 让它往右移动 滑出屏幕 那你会看到运动的一个关键帧轨迹 同时这个帧数会出现两帧 一个是起始 一个是结束 所以我们的动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那这样我们回到最前面的时候 我们让它的位置呢从上边开始出来 或者说从下面开始出来 那注意我们看到这个路径 它是一个圆滑的曲线 然后稍后我们会去解释这些曲线 还有它的差值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知道动画是这样子生成的 借助关键帧 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出来出去 那这个是它的移动 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属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说在中间的位置 让它从大到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缩放的属性 目前这一针缩放 注意它是100 那么你移动到后边的时候 你让它逐渐的变成 很小的参数 比如说5% 那你会发现这个文字 逐渐又大变小了 那同样如果你加了旋转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给它加了点旋转 然后在播放的时候 就会旋转着出现 然后缩小出去了 动画非常的简单 那不透明度的层边 我们也演示过 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图层的顺序 比如说我们从0开始 然后逐渐到100出现 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这个是所有的关键帧 一旦我们再点击这些描表 拖动关掉 那你的动画呢就会消失 但是你的参数呢 会停留在你最后一次设置的地方 所以你点击一下重置 我们又可以将它复位 那这边我们通过移动工具 可以再把它移动走 然后你可以继续重新开始设置动画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画一个矩形 放在它的后边 那这个是红色 我们改一个蓝色确定 那注意图层顺序 矩形放在文字的下边 这样你才能看到文字 通过选择工具选中 然后我们注意观察一下 我们画矩形之后 它的这个锚点默认没有在中心 很多时候你在做动画的时候 都希望这个锚点在中心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锚点工具拖动 拖动的时候 如果你按一下键盘的Ctrl键 苹果的话呢 是CMD Command键 它可以自动吸附到中心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子去做 那你的效率就会变低 所以我们在编辑首选项中设置一下 常规 如果你是苹果的话 在左边点击苹果图标 进入到首选项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 在常规中会有一个 默认的空间差值为线性 这个我们先勾选一下 后面的章节还会去讲什么是线性 什么是贝塞尔 这边还有一个形状独层居中放置锚点 勾选一下 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刚刚画的这个图形 直接呢删掉 然后你再重新画一个 你不管画在哪里 锚点都在中间 包括我们按住数到左键 换一个其他的形状 然后你点击锚点工具 它都在中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需要居中的话 就这样子 确定这个参数勾选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人工的再拖动一下 那同样这个形状我们还是能放在下边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非常重要的参数 然后这个文字层和我们的这个图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动画 那我们让这个图形 按一下这边的箭头展开 你可以开启一下它的位置关键帧 那一开始的位置 我们可以按住shift拖动 让它在上边 然后在一秒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再把它滑动回来 注意拖的时候 如果你看不见了 滚动鼠标中间 找到这个内容在什么地方 那这边我们调的是x 所以拖了错误的参数 我们应该调的是y 我们让它回到中间 然后起始的地方 我们再选中文字层 同样展开它的位置关键帧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让它在屏幕的外侧 然后到一秒的时候 我们让它也滑动到上边 那这样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感觉这个动画有点慢 那没有关系 我们的这个针呢是可以移动的 当你的针离得越近的时候 动画越快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文字的针比较短 然后你往下 矩形的针比较长 所以动画比较慢 然后我们稍微的再靠近一点 改变一下位置和顺序 那你会看到 速度呢会更加的协调 然后上边文字层的这个位置 前面我们也看过 我们只是从上往下 然后它出现了 那么在出现之后 如果说往左或往右 就会出现这种弧线 因为我们刚刚在首选项中勾选了线性 那如果你继续往前 给它追加关键针动画 继续选中我们的文字 然后这边移动 那你会发现它会变成直线 而不是刚刚看到的这种 半圆形的曲线 所以这个是线性差值 这边我们让它长一点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基本的五个动画属性 怎么样去设置动画 前提是你需要开启描表 然后再开始设定起点的针 和结束的针 这样的动画就会实现 并且按照你的轨迹进行生成